重點,基本上大概就是把症状考試的第102題 上禮拜主要就是講到第101題 你們可以從這個書裡面也可以看得到 基本上第一類就是主要的重點是在CSV跟XML還有Jason的讀跟寫 另外還有第105題其實是跟Secret Lite有點關係 這個Secret Lite其實蠻簡單,就是讀取這個資料而已 就並沒有寫入的這個動作 然後第101題的話,你可以看到基本上每一道題 第101題上一次我們主要是拿文化部的展覽資訊 這個資料剛好在開放資料其實裡面都有 這個資料我其實覺得還蠻好的 主要原因是因為我現在蠻喜歡逛國務館的一些相關的展 所以有時候會稍微看一下 這個資料的話,剛好考試的時候也考到 這個資料基本上你可以從那個開放資料裡面取得 他得到的這個資料 除了說我們可以在雲端台板上面可以看到 雲端上面呢 你可以看到那個第 這個有個資料夾 Python 3的擷取分析 那 這邊就有題目啦 然後 答案部分的話是在這裡 試題的答案檔 這個答案的程式碼 另外我們會需要的相關的檔案 除了說你可以從網路上去找之外 其實上面我有放 可是因為 在雲端上面有一個問題 就是他那個副檔名如果你是點最深的話 他那個檔名會跑掉 所以我會把副檔名 把它 這個 拿掉 所以你將來如果比如說你要101題的話 就READ101 後面會有題號 那這一題的話基本上他是 給的是一個什麼呢 給的是一個Jetson檔 給的是一個Jetson檔 所以這一題基本上 就是READ.Jetson 那實際上他這個題目是希望我們怎樣 把這個 READ.Jetson這個檔 把它轉換成這個 轉換成Write.CSV 等於是說呢 他考你 其實重點就是說 會不會把Jetson 第一個讀取 第二個的話呢 只取得其中的 幾個欄位 其中的 1 2 3 4個欄位 那4個欄位裡面的話 然後 他說什麼 中間加 半型的痘點 然後呢 再把它做輸出 所以 101題其實重點就是 你會不會 讀取Jetson 的檔案 然後呢 只取其中的4個欄位 取4個欄位的方式 我上禮拜講過 當然 至少可以有三種方法 第一種方法你可以 把它用那個什麼 List的方式 先丟到List裡面 然後呢 再去按照順序 從那個順序 List裡面的第 如果是 它的順序好像 這個活動名稱好像在第第幾個 第五個吧 然後這個好像第第九個還是第幾個 然後我們分別可以用那個 就是List的方式 去把它做讀取 那這個 另外的話呢 Star Day跟End Day 好像就是剛好 第第八十九的樣子 那分別呢 我們可以用按照順序 去把它 讀進來 那讀進來之後的話呢 再把它寫 寫出去 寫成CSV 這一題的話我想 上個禮拜的重點 然後 另外的話呢 上個禮拜還講了那個 102 102部分的話 其實 重點是擺在就是 那個 XML 你可以看到這個題目 它題目裡面 這個地方有一個叫 read.xml 這個檔案 你們如果要找的話 其實好像你們都還能提供光碟還是什麼 你們可以挑一看 或者是說你可以從雲端上面 可以找到這邊有一個XML 這個102.xml 那你一樣可以把它下載下來 或者是說呢 你也可以去 就是那個開放資料裡面 去找那個 這個已經有了 然後 主要就是說呢 把這個 XML的檔案怎麼樣 這個上次我已經下載過了 那 主要是把什麼呢 把那個 XML這個檔 我把它 把這個檔 主要呢 是 題目部分 你們可以看到 打開來的話 其實它就是 一個結構 然後呢 它最後一樣 要把它輸出來 一樣要輸出成一個 CSV 所以這兩題有個共通點 也就是怎麼樣 輸出成CSV OK 它只是說一題是 Jackson 一題是 XML OK 然後呢 另外有一個共通的地方 就是說 它不是要全部 欄位 可能在那個像 前面的這一題 它總共有 欄位數非常多 好像有在20欄吧 它只要其中有4欄 OK OK 然後呢 那個 XML 其實這一題也是一樣 好 至於這個資料 去哪邊找 其實你當然除了說 可以從那個雲端上面這邊 可以下載之外 那其實你也可以從那個 政府的開放資料裡面 也可以找得到 所以上個禮拜的重點 大概就是 這個部分 那今天的話 接下來 我們繼續再來看 其他的題目 所以今天的話 請各位呢 再往下看 那再來的話 就是 103 不過103這一題 我是覺得它 基本上 重量性 我覺得比較 沒那麼高 因為它用的格式 比較特殊 它這邊有一道 YAML YAML 這個格式 這個格式基本上用的機率比較小 所以這一題 我們 先跳過吧 我們 就這樣回頭來看 那你們其實 再來的話 可以看一下這個 104 這個 傑森的檔案輸出 前面都是 比如傑森轉 CSB 然後在 XML轉 CSB 那這一題的話 它就是 它希望你 可以建一個字典 然後呢 把這個字典 寫出去 變成一個 傑森 也就是說呢 怎麼樣產生一個傑森的檔案 OK 那當然延伸的話呢 就可以把 前兩題 作為 顛倒一下 就是說 之前都是什麼 傑森轉 CSB 那現在可以轉成什麼 也許我可以什麼 CSB再轉成 傑森 有沒有 或者是 XML轉傑森 因為其實 檔案格式互相的轉換 其實在工作上也常遇到啦 因為不同的單位 它可能需要的格式不同 那你不可能說 我就 可能它剛好有這種需求 那你如果剛好會的話 你就幫它轉一下 對它來說是一個非常 非常大的 非常便利的一件事情 比如說一般user 你如果給一個 Excel檔 對它來說很方便 但是如果你在server上用Excel檔 就不合用了 因為其實一般 在server或者手機App上面 用最多還是用Json API OK 所以你要怎麼樣可以 提供給 層次開發運用 或者是說 主機 Server 或者大數據 相關的 資料 來源 很多時候也會需要 說 提供的就是一個 Json格式 那可是呢 我要怎麼樣 在 Python裡面 建立一個 Json檔 OK 所以我們循序來看 我是覺得這一題 一定是出的還不錯 第一個 它要我們做出什麼呢 底下就是 寫出一個叫 Write.json的檔案 它的格式就要長這樣 各位可以看到 之前一直跟各位強調 其實Json本身如果用Python來看的話 其實它就是字典 字典的話其實就是大瓜糊 你可以看到 它一件大瓜糊開頭 然後大瓜糊結尾 裡面的話呢基本上就有一個key key的話是people 然後冒號後面就是它的value 所以你會發現 它這個題目 主要就是 先建一個key之後 裡面呢 再建一個value 那邊 建一個value裡面的格式的部分 你可以看到 它這個 中瓜糊 外面是大瓜糊 然後呢 一個key叫people 冒號後面value 那value裡面的話 放個是一個什麼 一個中瓜糊 那中瓜糊又一個串列 那串列裡面呢 又大瓜糊 有沒有 又keyvalue keyvalue 然後豆點 所以呢 在串列裡面呢 又 是一個字典 所以基本上它的架構是字典 串列 字典 有沒有 那這個當然 如果你 剛才我前面講過啦 如果說呢 你要分析 你這樣看會比較辛苦 這樣資料量還是算少的 比較好分析 當然你也可以利用一個工具啦 我是建議 你可以慢慢熟悉一個工具 叫 撤了一點層嘛 所以前面一直強調 如果你假設你 所以因為之前有 連到這個 你打個追堂 就已經幫我打開來 那你可以貼到cord 那你可以再怎麼樣呢 把這個cord Ctrl A delete掉 然後呢 把那個 試題裡面的 第 這個 10 試題 104題這邊 其實你可以把這個 資料怎麼 Ctrl C 然後貼到那個 JsonEdit JsonEdit 他會怎麼樣呢 再加一個Tree 按一下Tree之後 他就會自動幫你轉了 哇他這邊好像有出現錯誤 什麼 Badstree 那這邊是不是有一些 可能 資料是不是裡面有一些不合法的 東西 我看 他可能結構是不是有錯誤 沒有沒有定義 People這個東西 OK 請各位先稍微看一下104題 待會我們來看一下 如何把什麼呢 把這個資料 轉換為什麼 一個Json檔 怎麼怎麼做 另外的話 各位也可以思考一下 如果說你今天 把一個CSV 比如說我們找什麼 像汽車切斷按鍵好了 汽車 汽車切斷按鍵上面 開放車要是提供CSV 可是問題我需要的 剛好是希望在手機上面可以秀 所以我希望丟一個 把它從CSV再轉成Json 這樣子的話 未給手機的App 他就馬上吃 就會馬上顯示 並且馬上跟我會 畫那個 這個圖表出來的話 那我該怎麼做 我們循序建議來看 第一步我們先 知道怎麼樣建 那個 所謂的那個空的 建一個Json的檔案 方便先還給各位試試看 看策 看策 大家願意 查看 看策 更好 那 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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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